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你们猜它是什么呢 是不是一个美味的披萨呢 其实它是一个笔带哦 是不是很有特色呢 那我们一起来制作吧 我们先来看看制作披萨笔带要用的材料 白纸 彩色布织布 剪刀 热绒胶枪 魔术贴 尺子 铅笔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披萨了 先拿出一张白纸 用尺子画出一个扇形 扇形两边长度要长一些 这样笔才能完全放进去哦 小帕画的边长大约是15厘米 然后我们将白纸上的扇形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在一张浅棕色的布织布上 沿着边缘画出来 接着我们要在扇形两边再画两个长条 同样的我们将布织布剪下来 将弧形的这一边卷起来 用热绒胶枪定型 这样披萨的边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再剪一个和之前白纸同样大小的扇形 将这两块粘在一起 大家在使用热绒胶枪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 不要烫到手咯 剪去上面多余的部分 这样一个披萨的饼的部分就完成了 你们看这个形状像披萨吗 接着用红色和黄色布织布 剪出两个一大一小的边缘不规则的扇形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不要着急 我们把它们重叠在一起 粘在披萨饼上 哇 降烧好了 吃饰也完成了 再用红色布织布 剪出不同大小的圆形做培根 我们的披萨只有肉可不行哦 一定要有蔬菜搭配哦 所以我们用绿色的布织布 剪出青椒 画一个M的形状 剪下来 我们把剪下来的青椒撒上去 再撒上洋葱圈 哇 加上蔬菜之后 是不是看起来更有食欲了呢 小枫林们也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哟 小派今天做的是培根芝士口味的 你们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披萨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哦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制作笔带 所以最后一步 小派要拿出我的法宝了 就是这个魔术粘贴带 我们把它们带刺的和毛绒的这一段呢 粘在一起 贴在封口处 这样一个披萨笔带就完成咯 我们把笔放进去试试看吧 好了 今天这个DIY你们喜欢吗 喜欢的话一定要记得点赞和订阅哦 当然家里没有热熔胶的小枫林们 也可以请家人帮忙用针线缝合 同样的这些布织布 也可以用其他的棉布之类的代替哦 发挥你们的想象 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出更好看 更适合自己的笔带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今天的视频呢是一位叫做施静文的小朋友给我们寄过来的 他说刚开始呢 他并不知道小林玩具这档节目 不过呢 是从朋友给他推荐之后就知道了 大家看一下他的画 真的画得非常的好 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 而且呢 还要给大家看一个就是 这里呢 有小林 看到没有 这是小林 然后呢 这是月儿 但是这个是什么 Summer Summer是冰冻黏土 心爱的小枫林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见面吧